欢迎来到这一集的香港人家书 有广传媒的何梁茂老总 和MHKTV的老额 老总 你好 你好 老额和各位网友 大家好 多谢 欢迎大家收看 老总 有时间偷得浮身半夜走 你这边应该是春天来 Cherry Borsom应该接近得很紧要了 Easter又来了 即将来 希望你欣赏加拿大的美丽的风景景致 是的 现在我们未来的半年 六至七个月就是一年最好天气的时间了 现在我们四个字最开心春光明媚 天歌诈善 是 开心的 我们就是很享受户外的一种生活 就是能够就算现在疫情下我们仍然有限聚令 但是BC就酝酿会逐步防宽 据说在暑假前可能那个限聚令就会 等多些人可以出来聚会 就算现在这个Spring Break 就是春假呢 BC都说可以有十人的聚会 十人或者以下 不过呢 就是要用一样的磁流 需要用一样的浓浓 就是全部是家人才行 家人或者是你很相熟的同学和邻居 是 OK 那还蛮好啊 都可以出来看这个樱花盛开 野餐啊 交游啊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不过始终都是要防疫 都是要戴口罩啦 也都是要勤洗手 那这些措施都是不可免 相信戴口罩呢 都会是我们今年 现在三月去到年底的新常态 都没得比的啦 现在出去户外 是不是一定都要完成戴口罩 还是在室内里面要戴口罩呢 公众地方全部要戴口罩 是 所有公众地方 就算你去公园都要戴口罩 除非你是在做运动啊 或者是单人 例如在车里面 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你当然是可以不戴啦 但是如果你多一个人的时候 你都是要戴口罩的 明白 现在回来 还是不是都要在酒店里面坐三天呢 有没有声气说 很快会是放宽 不用 你不用放啊 三天 二十三天就二千元左右的费用治理 检疫的费用呢 就是已经在行的了 现在你二月底一直走 现在就没有改变到 还有最新消息就是加国和美国之间开关的机会 因为在上半年都好像挺渺茫 嗯 明白 各位有兴趣想回到加拿大香港的朋友呢 记住这个消息啦 好了 老总 刚才你说到美国 好像美国又有制裁香港这边 有份搞一个所谓的完善政改的这些所有的中国和香港的官员 是啊 因为他们是口口相声为完善 但是美国政府眼中就是完结 是终结了香港的选举制度 是破坏了一国两制 是 损害了香港高度自治 所以就是引用香港自治法 就是更新这个香港自治法 就点名24名中港官员要进行这个制裁 这个制裁就是要他们为破坏香港的自治负负责 那么十几名都是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来的 是 十几名都是 是 有些是不是都跟之前制裁开的人有些选择呢 是 没错 因为他是更新 所以是跟去年12月制裁的14天有部分重叠的 包括李贵华 国安公署那些人 这次的国安公署全部落获的 就是由郑雁雄 到孙青野 到李光州 每个人都中的 还有黏住国安公署的 警务署的国安人员 包括李贵华等等 一样是中的 那么中港官员这24人呢就是他们的经济制裁呢 是即时生效的 还有这种制裁呢 是等于变上终身制裁的了 因为按照美国这些制裁令呢 其实这个香港自治法国会过的 是 那么一旦宣布你制裁呢 是罕有 极少有 会到时到后或者某个时候呢 就会脱脱了出来 就是所谓解除 很少的 那么直到你死的了 现在好像说除了美国总统签纸特赦之外呢 但是呢 两会呢 还是有机会可以否决这个总统的这个决定权 那么所以都很难就会撤销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是很难撤销的 因为国会通过东西呢 国会不会自己否定自己那些这样的 就是过了个法案的 是的 那么所以包括林郑呢 就不用指望她有脱身的一日的了 就是这些是叫做终身 不能免疫的了 因为你中了嘛 你是破坏了嘛 破坏了你就在余生呢 就为你破坏呢 就是要负上全责 就算你落任之后 都是要负全责 都不能说 喂 我现在给你制裁 立刻我就辞职不做 然后就可以恢复自由身的了 美国啊 No way 好了 路总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的 现在一个的拜登政府 延续特朗普政府 都找你这样的香港的 支持共产党的官 或者你一些的中共的爪牙呢 就是落祸开刀 但是可不觉得现在这样的做法 有点像这个死猪 不怕滚水录啊 之前的制裁制裁 好像对他们都没什么大大的影响 你录多次下去 那只猪都死了了 是不是 不怕不怕你那些滚水它辣 到它皮开绿烂 呱呱呱叫呢 似乎现在这些官 就是好像制裁了它之后 都没有太大的生活的影响 甚至没有一些中国的银行体系说 不会跟随这个美国的制裁 一样是给它一些金融的便利啊 老总你怎样看这一样东西呢 哦这样的 当你是变成北韩 伊朗这些国家的时候 你说是 是不是死猪呢 是不是六亿都是死猪呢 他已经死了了 死了蠟蠣 他怕什么滚水呢 他都没有感觉了 所以刚才你说得很硬 死猪不怕滚水烫的嘛 那他已经当自己是死猪了 所以这些中国银行的 阿哥阿一哥就说可以不理美国制裁 那这句话本身已经是令到这个银行长会被制裁的了 是 第二 他这个指令是令到被制裁的人 如果他们真的去进行涉及美元和美元资产的交易 是等于在做着孟晚舟散发的事情 孟晚舟就是华为当美国制裁伊朗是死的 你有你制裁 我又我和他做生意 你吹我不像啊 结果呢 孟晚舟就落祸了 现在呢 在中国就不断复制 N个孟晚舟 这些孟晚舟 就慢慢周了他 迟早都会中的了 所以孟晚舟的命是相当有 预见性的 慢慢周了这些人 14件周了 再周了24件 虽然中间有重复 所以慢慢来啦 即是1.0 2.0 一直到24.0 慢慢周 有个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version 所以中国这些木无黄法 是不理国际秩序的做法 本身就是美国要制裁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的自封为王 你自己自立为王 你定了一个规矩 就当全世界都要跟 你搞一个港版国安法 是叫做宇宙法力无边的国安法 甚至是银河系的国安法 那有什么国家可以这样做呢 你写到明 是域外境外全部有效 最近不是有8位香港的互约人士呢 搞了一个香港约章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 他说他犯了国安法 我们国安法是境外生效的 那你抓吧 那你去做吧 你这些全部都是打嘴炮 那你可不可以派国安的人员 走去美国 走去澳洲 走去英国 走去加拿大 走去任何地方去抓人 你根本就是 就是一个字 控你 就好像黑社会那样 拿着把大关刀 你再不听话了 我砍下来的 哎呀我真的砍的 你不要不信我 哈哈哈哈 但是谁人都看到你的大关刀 原来是塑膠刀来的 没错 他在那里练了神打 但是别人都知道 刀还没开封了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的方法 其实就是一种黑社会的 就是吓人 控人 吓这些这样的国际无知的人士 也都是 令到国内的那些 偏远地方的那些人 或者是一些叫做 就被互联网封锁了之后 没有新闻自由 以至到被七十一年洗脑 洗到单向 接收了共产党资讯的那些人 就觉得 哇中国很厉害了 你国际制裁 我们都可以不理 中国终于站起来了 是的 中国人民足之意 按起头来 直接跟美帝对抗 那你现在不要去美国啊 你现在这样的情况 那你如果不信 你觉得这些制裁是有效的 慢慢扩走一个人板 再不是呢 你试一下林郑 是不遵守制裁令下边的金融的禁令 试下这样做 看看有什么后果 一定一定后悔 一定有人落祸 除非你去到东莞 躲在村里面 永世不出来的 可能是东莞银行 可能东莞银行救了他 当然他们都是融入了大湾区 他下半身都是大湾区 余身都是大湾区 身是大湾区的人 死是大湾区的鬼 那他当然不觉得有很大的问题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呢 其他的欧洲国家 或者是英美国家 五眼联盟什么都好 都是那句口讲的 就是天下无敌造就无人迷力 个个都说他要制裁 又说会考虑又说怎么样 包括英国的首相 加上欧盟的人 都说要考虑制裁这些官员 到最后到现在为止 都似乎没有五眼联盟的人 紧随美国的footstep 去制裁这些垃圾官 是这样的 你又不可以要求大家 同步同一日做 或者同一个礼拜做 总之陆续有来 欧盟一定会做的 因为旧账都未清 新仇有盗 你那个新疆种族灭绝 那件事都未搞清 现在又到香港 就是铲毁了香港的选举制裁 是的 那直接把香港的一国两制 就是完全是变回零 不止是负数 那也都是违背了你承诺的 国际的条约 那中共这次就摆明是 完全不听国际的东西 自己写的东西 完全连《基本法》 写了给香港要有最终走向选举 普及而平等的选举 都不给 那根本就是礼環節谷 你说全世界如果 个个都 就是视若无睹 那这个怎么成为世界 我们都觉得没有希望了 如果大家都不做事 我很希望他们真的快点去做事 始终现在的势头 如果不再走出来对抗抗衡 就是对中国说不 迟些再给他打横走 真的不行不行的 那现在那个做法 可能制裁都是前赛来的 前赛来的 热身都说不上 再进一步 就应该是真正的利益较量 和力量的对函 一定会在这些地方 因为中共现在被西方看穿了 你这样对待香港 你这样对待新疆 你这样用这些种族灭绝的方法 反人类的方法 你这样去虐待香港的民众 打那些抗争者 完全那些警察完全是 违反了国际警察的律例 这些做法是一定会算账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不是香港的问题了 是中共统治下面 搞完香港 接着搞台湾 甚至抓到钓鱼台 接着就会触发一些局部地区的一些军事对峙 是的 这些就是西方已经想到中共的第十步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香港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桥头堡来的 但愿如此 我都很怕这些欧洲 英美国家 但是我口讲就当做了 那我就真的膝头搅眼泪了 始终不让中共颜色的颜色 就是退位的了 就不会再倒庄的了 那德国据说就是对华强硬的政党和联合的党派 就会上台的了 估计 加上英国就通过新的国防军事的报告 就会加大他们的核潜艇那些弹头 核弹头的数量 由这个180枚加到260枚 还有就要加建这些核潜艇 那么伊丽莎白航空母船 伊丽莎白号航空母船 是会已经说明了走上莊汉山 即是Boris Johnson 就说会今年上半年就会开身 来到亚洲水域 多数都会 他们快点来香港 多数都会来香港附近 在南海那里盯着的了 说句不是撤桥了 分分钟老哥你不要那么定啊 英国撤桥英国配合美国 加拿大撤桥都不出奇啊 总之呢我们现在开了一个BNO的移民港 前所未有的那些 booking就多到一场都做不完 那你都可以看到呢 香港的民心取向是会什么的地步的了 那现在香港不单止就是人心惶惶了 经济丢毙了 那么失业又严重了 连学术自由呢 都被这个重要的 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 定为D级 就好像就是跟着在越南之后是吧 是 直接是啦 女人有D级就好 学术自由 D级就不过 不是你这样的 我们学术自由 很严肃的东西 竟然想了女人 哎 老外不行 你本性难移 本性难移 哎 我就觉得如指不可教 我一定要向网友 老外这些思想 太骯髒要洗一下 不是 但自然 我们都有不同的大小嘛 只不过学术去D级就真的很收家了 那就是很简单的 最近有一个小小的incident 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局呢 他竟然就要求香港各大这些的教室 安装这些的surveillance camera 这些的cctv 是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就希望可以看到 过室里面的情况会是怎样 那曾经有一个校长呢 就不想交流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管式校长 就是很自豪的那样说 你看看我 我坐在我校长室里面 几十个班房 个个都有这些的小路电视对着 全部我就一目要连 全间学校的这个情况会是怎样 那当然他就引以自豪 那但是我们这些西方文明洗礼长大的人 就觉得这些完全就是侵犯私隱 也都是干涉到这个学术自由 很简单一句 现在为什么教育局 杨润雄要这样去做呢 就是慎防你这些教师 不知道你什么颜色 说一些东西有违中央的这些利益 或者他们的取向 或者批评中央 令到这些小朋友身身学子 年纪轻轻就已经对这个国家 有一些第二些想法 或者你在那里批评国家 或者是宣扬港独 不得了就做这一件事出来 实际上我就觉得香港怎么会有老师公然在学校里面 和那些学生在那里讲这个港独 但是只不过这一件事就是边上有些有心人 也都是做出来向这些中央去交心 不要说中央打压我们的学术自由 自己拿把刀拿把剪刀 把我们自己的去世 那你想想想是不是这个跌到D级 E级也有得去跌了 哎呀自工啦 如果杨润雄这些想法 首先在课室装GCTV 是违反私隐条例的 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国家 开放社会都不会做这些事的 因为呢 就是学生上课 那个面容啊 他们的情况呢 是完全是要受到保护 何况那些是属于minus 所以这些校长的想法呢 完全是一些暴君 是一些暴政独裁政府的想法 这些呢 这些人呢就应该回去北京做工 就不要在香港做工了 第二呢 你现在这样搞法呢 就是完全是默示了一个学府 应有的自主权 这个教育这件事是基本上的 是一个人类灵魂工作来的嘛 灵魂工程师的工作来的嘛 所以你怎样可以 就是要日防夜防防 这些教师讲这些东西 那就是说你自己的思想 真是很偏激 你才想到这些东西出来 就不是给你拍那些老师 所以这些校长或者这些管教育工作者那些人 本身就是恐怖分子 是思想的恐怖分子 这些人就应该首先要制裁的 那他怎么会有任何关联呢 他好像以前是做会计的 是一个死保险佬 说真的 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 派了他去做教育部长 他真的是做保险的从业团 是吧 会计保险的数字佬 那为什么他放进去教育局 根本就派了人 哦 我可以告诉你 杨润鸿 你只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倒着外围马 因为在看谈诗书 又或者在这里欺负同学 又或者在这里看漫画 在交换游戏机来打 又怎会有人去讲这个港独 不要玩啊 杨润鸿 还有哦 我们香港不是叫那些课计做班房的 是啊 你知不知道北方人的班房是什么来的 班房就是囚室 就是监仓 班房者也就是监仓 现在杨润鸿就想把香港的班房变成了监仓 你如果这样用闭路电视本身 就当你受教育的对象 不是活生生有灵魂有尊严的一个 就是个体或者是持份者 你直接等同他是监等 如果这样的做法呢 首先杨润鸿本身的思想是违反了联合国 这个人权宣言 是违反了联合国政治权利 以公民权利的人的内容 本身已经是犯了国际法的了 那有些的建制派的人呢 好像20元章这些份子呢 就说老师你为什么担心啊 其实按这些小路电视呢 是保障你们的 你都知道了 你这些老师 常常这么黑的学生真 待会那些学生在这儿冤枉你 或者宣扬港独 口同庇有 你是不是站在那儿 现在有个小路电视 可以还你清白 傻仔 这样啊 你真是 哇 没有的 没有的 就是被人淹了之后 就说 减肥成功了 是的 有什么意思呢 你这么说法 是不是轻松了很多啊 撤了之后 是不是轻松了很多啊 那不用累穿了 那以后不用为了你的重量担心了 那又要吃很多隔夜蛋 才会製造大的 就是这些这样的礼横折曲啊 二元两文章这些 根本就是忠诚的废物的典型 这些这样的做法 你不出色就当多帮忙啦 说真的啊 老总 如果真的要说 大把机会吧 我们在field trip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像以前 台湾那样 国民党去到台湾本土 一样有很多的老师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聚会 是要搞 比如读书会 分享会啊 那样 难道你又可以去禁吗 到最后一样是要宵禁 一样是要放弃了这种的军法的统治 永远到最后 一定是自由会胜利的 是不用扔那么远啊 你说将班房变成了牢房 变成了监仓 那老师就盡量安排 field trip 盡量安排 课外活动 盡量安排 离开课室 那你有张良计啊 是吧 没错啊 所以这些 这些屎子有什么鬼用呢 这些就是大脑生虫的人 想出来的东西 以为我安了CCTV 你就不可以造反了 那老师可以随时 我搬去操场上堂 我搬去外面 去图书馆上堂 我搬去博物馆上堂 那样可以避开你 你这些做法 是不是真的叫做 很stupid 也都是很不尊重人 根本啊 有这种想法的人啊 教育局局长本身就是反教育 这些所作所为实在非常赌人厌 这一个的杨润虹呢 我都很希望呢 好像刚才那样说 快点去制裁他 让他都是终身停在大湾区 但是出不了国 那要看他有没有 就是令到 就是美国或者其他的五眼联盟 觉得这个人呢 就是手握 现在他还没有手握的 因为他始终不是拿到 最关键的 什么国安法 那些有份去推动的嘛 他可能会做个马前卓 在学校里面 看看他迟些会不会 再做多些反教育的行为 到时就会有他一段时间的了 好啊 说一下这些洗脑教育啊 就是想玩大数据啊 以学生 其实特区现在已经和大学生为敌的了 全香港大学生呢 已经和这个政府和建制反抬了 那现在就再想 就是on cctv 其实他们有一招更好的 就是安筹很多职业学生 进去就搞定咯 他们懂得做的 他们是共产党 是渗透学校 有些什么大不了 回来你看看我们的中大 港大有很多 里大啊 城大啊 全部都这些 海外留学生 这些大陆学生 全部都是有任务的了 不单只学生啊 老师都是 很多有任务的教师 或者是教育工作人员 一样可以做的嘛 其实你做得少吗 过去二十四年 香港的后府 比中共渗透得少吗 实际上 现在当然是开花结果了 你看看两大的校长 你吹得他最好吗 是不是 是啊 那说一下加拿大的云收问题 那加拿大其中一家最大的电讯商 Rogers 叫做罗渣士 是的 那宣布呢 要透过二百六十亿家园 就收购另一个 就是我们都很熟的 就是Shaw Cable 就是叫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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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這樣就變成大食勢 消滅了敵手 以後就擔心手機月費 看來都走不掉會加價 咦 這樣的情況 我記得以前有些什麼 Fidal 和Kick Clark的小品牌 現在Kick Clark都越來越不見了 我這次回來 都只剩下Wordgers和Shaw 都沒有幾隻剩下了 再吃完 這樣搞法 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大家都知道不好 沒有人挑戰它 減價又不會 減只有加價 政府為什麼會讓它壟斷整個電訊箱呢 這樣的 它提出申請的 還沒通過 還要給監管機構CRTC 查過它 因為它這樣做法 一來壟斷 二來就可能會令到某些偏遠地區的網絡覆蓋會受影響 因為你始終一個電訊箱 總有偏重你的機件 電訊機件 沒錯 現在多一個就可以取長補短了 你不做的 我做 現在還在等監管當局批准 不過這件事就令到加拿大很多消費者就擔心 哇 現在在疫情下 這些這樣的生意很難做 現在再少了一件 我們遲些 就可以選擇的 數量是越來越小的時候 那真的不是很棒的 所以 現在就看看Roger他能不能夠說服到金管當局 他的CEO就說自己很有自信 這件交易就會得到批准的 他們又說會成立什麽十億加元的基金 用於加拿大西部偏遠地方的互聯網 強化那個網絡覆蓋 他都知道 他一壟斷之後 很多不同的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帶就會受害的 因為你一定不會那麽好心 你一定看商業上的 有利可圖的網絡就會落重注 無利可圖就會稱先些 甚至不開發 或者是發展步伐慢很多 這個就是大家擔心的 你自己在加拿大 你都知道 我們那些月費呢 我們那些都比香港高很多的 手機 是啊 明白 所以你們都經常去 戶外就不關掉Wi-Fi去 走去有這些Hotspot的地方 裏面就用別人的FreeWi-Fi 這些的店去拿這些數據 很多的加拿大的朋友都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他不扔錢去把他的基建做好 那並不是加拿大支付來的 我個人認為 在電訊裏面那麽大的國家 如果被一個公司壟斷了 並不是一個名字的決定 那其實又不是單一一個的 Rogers吃了梳 還有一個Telus 還有一個研科 研科都是和Rogers平起平坐 都是巨碼來的了 那這方面就不會一黨獨大的 但是就叫做寡頭 少了 就是沒有了三四位 沒有了下巴去進行一種叫做制衡 兩個更難搞 兩個就談得到數 大家互相扯貓尾 你們都沒有他扶 是 這個是真的 那是三角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這樣才好看的 你又打一下東吳 我又打一下你這個藝術 這樣才過癮 是 三角演義的那些競爭才好看 就是好戲連場的嘛 所以現在就算不是一台獨大 兩台獨大都不好 所以消費者利益隨時變成大陸那些產業 任人割韭菜 是 加拿大都產韭菜 到時就成功了 哈哈哈 加拿大的韭菜早已割了 因為地大墨薄嘛 到時都平原 一個人一望千里就全部搞定了 真的 真是如取如攜 真是 真是 我們有夠時間了 老總 好 很多謝各位網友收看 記得按like share 還有給comments 還有要訂閱這個MIHKTV 還有廣傳媒 記得按鈴鐺 以及加入這個廣傳媒的Patreon 以及支撐支持 力撐這個MIHKTV的眾籌 是的 我們現在的善款數字僅僅去到一半而已 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 就是確保我們今年的營餵的經費是足夠的 希望各位的內友記支持我們 那老總 是吧 希望你在這個接下來 真是好日子了 加拿大春天已到 未來這六七個月呢 就是最風光明媚最好的這個Francouver的時間 希望你每天都見到花開 見到青天白雲開心死了 是 都希望香港朋友呢 都是慈應保態 就是出入平安 保住自己最好的實力 那要在這個難過的時間呢 就更加需要自我保護 好 今天來到這裏 和大家 是 和大家說聲 拜拜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好 請請 拜拜 MHK TV 的觀眾大家好 好 二零二一年度的營運基金眾籌計劃已經開始了 今年我們希望可以達到四十萬的目標 去支持我們二零二一年的公司營運 希望各位可以鼎力支持MHK TV 讓我們可以繼續為大家發聲 和製作更高質素的節目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 都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 各位可以銀行入售到匯豐銀行 恆生銀行和工商銀行 可以PayPal去我們的公司戶口 亦可以PayMe或轉數快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觀眾 海外的觀眾 都可以選用這個方法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來3955673 或者WhatsApp我們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MHK TV 來